12月19日 据国际在线新闻消息称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18日召集内阁开会 加紧准备无协议脱欧 与会成员同意进入无协议脱欧的备战状态 内阁同意拨款20亿英镑给相关部门 并寄出14万封信给企业界说明政府立场 从新闻来看 特雷沙梅宣布进入备战状态 这时王霸痴称国铁了心 准备将脱欧进行到底 面对英国准备来应的 欧盟也没写着 就在19日 欧盟通过了一项备用方案 以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 欧盟极力阻止英国脱欧的直接原因 在于担心英国脱欧会引发其他成员国群体效仿 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破坏欧洲政治经济稳定 为了让英国认识到脱欧的严重性 欧盟委员会还特意提醒英国 如果英国明年无协议脱离欧盟 可能会影响到英欧经贸 包括英国的金融业 航空运输 海关等14个领域均会遭到重大冲击 所以 欧盟期望英国首相特梅沙 没阻止英国无协议脱欧 欧盟也无需启用备用方案 现在看来 英首相宣布进入备战状态 欧盟的苦口国心显然无济于事 除了来自欧盟的外部压力之外 英国还面临着内部阻力 19日在英国伦敦一些民众披着欧盟旗帜 戴着彩色面具聚集在英国议会大厦前 他们反对英国脱欧 据了解在英国明年3月份脱离欧盟之前 这些抗议活动将持续存在 由此可见英国内部一部分势力对脱欧并不赞成 事实上自英国首相启动脱欧程序以来 关于是否脱欧的分歧一直存在 英国前副首相克莱格曾警告称 脱欧会让英国陷入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 虽然英国准备脱欧 但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就是说 英国如果要继续留在欧盟 那么就要和欧盟签订全面关税协议 这意味着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品 疏网英国之后关税将大为降低 而英国无法收取高额的关税来谋取经济利润 因此 是否要与欧盟关税保持一致 英国内部始终意见不合 内外的巨大阻力 使得英国脱欧之路并不平坦 不过 在英国首相克雷沙梅的领导下 英国决定来应的 脱离欧盟已是近在闲上了 那么英国脱欧之后 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分析认为 英国脱欧之后 可能会产生两大影响 其一 英国经济短期内受到冲击 但长期看仍将持续增长 英国是欧洲金融中心和制造中心 具有雄厚的融资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 脱离欧盟之后 英国将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出更加适合的税收政策 刺激企业加快生产 而不再局限于欧盟政策 脱离欧盟 反倒让英国放开了手脚 其二 英国的全球影响力急剧提升 在欧盟的框架下 英国必须要看法国德国的影子形势 而脱离欧盟之后 英国将不再受制于法德 按照英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 其有可能在2030年超越欧洲火车头德国 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加上美国的扶持 英国很可能将成为欧洲实力最强的国家 相反失去了英国 欧盟想在经济上抗衡中美 恐怕力不从心 可以预见在英国脱欧之后 欧洲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和英国为主的 两大欧洲阵营会很快形成 再加上实力超强的美国 西方集团或将呈现三组鼎立的局面 但对美国来说 一个分化瓦解的欧洲 更有利于被美国操控 请不含